中介的咨询只差了两个字 那产品很大 怎么说呢 我只需要告诉你 出国了就需要准备那些东西 然后去帮你大家把材料写不写了 推送去完事 这叫中介版的事 咨询的话 简单来说你原来是个20分的人 我要帮你打个做一个80分90分的人 送到89十分的学校 这就是有学咨询的价值 你在称呼你的客户的时候叫的是孩子 当我进入这一行的时候 我想得很清楚 我不是为人买钱他做的一行 那我的支撑点就是 我看到了做这一行 他给到我一些除了钱以外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一种满足感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北美金市场 我是坐标上海的Branda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我们非常荣幸的和 向性国际教育的联合创始人 以及COO Siri 聊了一聊现在当下在国内的 如果你正在准备出国留学的话 你的一些选择和你需要考量的点 是一些什么 那在这一期的节目里面呢 我就继续邀请你回到Siri 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所处在的这个行业啊 就是留学机构这样一个行业 现在在国内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欢迎你Siri 跟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iri 对那其实上一期很高兴 跟你聊了很多 就其实 因为我离开这个市场已经很久了 然后也不太了解 现在留学生Canada 他们在想些什么 包括他们的父母 在考虑些什么东西 那相信听完上一期节目的朋友们 已经对现在这个留学的趋势也好 他们的一些选择性也好 都会有一些比较新的认知 那在 那相信我们也会有很多朋友好奇啊 就是 你作为一个留学生 你最后选择了会重新投身到这个留学这个大浪里面 去帮助更多的留学生 成为留学生 这样一个选择 他背后的一些心动历程和原因吧 那 对 所以其实首先想问一下 你当时最早开始或者是加入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的话 当时是怎样的一个选择 OK 说到这个点了 就很好玩 嗯 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曾经被伤害过 没伤害过 对 我刚回国有一次有个家长 然后呢 他问你说 哎 你是哥大毕业的 我说对啊 他说哎呀 看来留学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 你看即便去了这么好的学校 最后回来还是干留学行业 我就 好伤害啊 然后我当时在想 那老婆我想 我就当时就问了 我说 那你们在上高中的时候 比如在学校里面 那不挑老师 不挑老师吗 嗯 你又希望这个补课老师北大毕业 那也是清华毕业 那你在学校里面 你会挑这些老师的背景啊 也都是名校毕业回来 为什么你会觉得 对吧 留学行业是一个 很low的行业呢 在你心里面 嗯 所以就说回到留学行业的这个认知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 就是 留学行业的从零几年开始存在 最早的这些博人出来做 然后我了解的是 我们现在中国比较大的一些 呃 企业 这个做留学行业 像新通贯啊 企业啊 这些 他们的老板 在那个年代 还是很有前面性的 嗯 很多人我知道的是 在这个体制里边 做这个对外事务的人 然后了解到了这块市场 然后出来做 然后做了这样一个 很大的企业 那么留学呢 我觉得他 我会把他的名词 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叫留学中介级 一个叫留学咨询级 中介的咨询 只差了两个字 那我们的产品很大 怎么说呢 对 我是这么看的 嗯 什么叫中介 我们讲房屋中介 嗯 如果你是一个 比如说你带着需求 是一个六十分的需求 我需要帮你找到六十分需求的目的地 嗯 匹配上 嗯 做完材料 嗯 结束 嗯 这就是中介办的活 那对标到留学上可能就是 像早期的时候 嗯 我只需要告诉你 出国了 就需要准备那些东西 然后去帮你带 把材料写不写了 推送 去完事 这叫中介办的事 哦 我占了中介会就好了 对 但是咨询是什么意思呢 咨询的话呢 是就像很多做咨询case的人来讲 我的工作是 首先我要先去评估 我要做evaluation 去了解你客户的一个情况 嗯 以及你的expectation需求 嗯 然后我要去评估 从你的现状 到你的未来期待 直接有多长路要走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要收集信息 我要去整理信息 我要帮你做优劣式的判断 嗯 来帮你找到一条最好的解决方案 路线 嗯 把这个方案制定出来 然后我再要去监管 这个方案如何能够合理的执行 并且根据动态的情况来调整 解决方案 并且帮你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接下来说 你原来是个20分的人 我要帮你打个 从一个80分90分的人 送往八九十分的学校 嗯 这就是留学咨询的价值 所以中介和咨询 我觉得是个本质的区别 本质的区别 所以请不要随意称呼一个 老师叫留学中介 哈哈哈哈 有人打电话 哎 你们这是中介 哈哈哈哈 我就我到二次就啊 对我们咨询公司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 这还是带一点点小骄傲的 就做这个行业的话 因为毕竟我们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这个事 说到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啊 其实精力非常的神奇 嗯 就是我的创业精力很神奇 这家公司的就是 这家公司创业之初呢 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还在搁大读书 然后最小的需求呢 是有一个我的学妹 她要出国 她要改文书 嗯 她说中介不靠谱 让我帮她看 嗯 那我也不懂 因为她身的专业是地球科学这个方向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找了我们搁大一个地球科学的好朋友帮她看的 嗯 然后改的很好 那个学妹非常满意 最后有身的表 嗯 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特点 我就觉得 可能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嗯 就是这是一个需求点 嗯 很多那个时候 在201415年吧 很多的国内中介的这个老师文书啊 包括规划老师呢 不是还回背景 嗯 都是这个英语专业 嗯 他们写的也很好 但是毕竟在专业的深度上 拿捏的没有很准 所以我当然就在想能不能这样 我找一波专业导师团队 嗯 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 嗯 他们可以去帮助学生去指导文书 嗯 包括在申请方向 嗯 所以我们就当时做了一个很小项 叫Ivy Writing Studio 嗯 Ivy文书工作室 嗯 那个时候我们只做文书 我们跟很多国内大机构当时有口罪 就是做外包团队 哦 他们就得像是 我们有个海归的 这个藤校的海外团队 做文书支持 了解 我的工作很简单 他有把学生给我 我要做文书 嗯 然后他做一些申请啊 材料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做了两个比较创新的元素吧 但现在已经不算创新了 嗯 因为文书的好坏 无非就是理外 理字就是说 你的内容本身专不专业 嗯 你有没有写错 那 Y字就是说 你的整个Profit 你的认色 英文的表达是不是够好 对 所以理字我用的是专业导师 那外边的话呢 我用的十外几本书 嗯 我找的是我们的Writing Center老师 哈哈哈哈 你知道 物竞其用 很强的 很强的 对对对 Relancer嘛 找他们去谈的Duel 嗯 然后让他们来做 他们天天带帮藤校的孩子们改论文 哦 对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买出 信手捏来 对 非常简单的东西 所以 但对于很多国内的孩子来说 是非常好资源 嗯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的 一开始的 就是创业的一个 一个点 有意思 嗯 对 然后 嗯 做这个同时呢 又显现到了另外一个很好玩的点上 就是 那个时候呢 我们又赶上了一波叫做游学 啊 就是夏天的Summer School游学 对对 Summer Camp 然后2015年呢 也是一个分解解 就是从2015年之前的游学呢 是那种 十天的旅程 可能八年人玩 嗯 最后两年开始就叫 嗯 然后回家 这是一种叫游学 嗯 那我们叫 那么在2015年以后的话呢 有了一个变化 嗯 就研学 研究的研 嗯 就是可能同样是十天 但是我八天去习 两天是玩 我的目的性很强 当时一个契机呢 就是有一个国内某知名大公司啊 他们有一个团 到了纽约 嗯 找了个大的 但很可惜 他们的地界水就耍过他们约 临时收错本 然后呢 他们需要在各大这边找教授 去上个两三天的课 因为我做文书嘛 机缘巧我就认识了 嗯 人家就说 哎你不是在各大吗 说能不能帮我安排 就是我们就要找上学院的老师 去跟我们上两天的课 嗯 当时我们是不行的 你不认识 但我们就说行 那至少你也没办法 对 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帮你去试一试 所以当时我们就 就找各大的教授去谈 然后就问大指导 能不能接受 我还是先生 就去找到了两位很好的老师 嗯 最后把这课安排成了 哇 然后从那以后 那个人家那期 我就说说这样 你们要有这个资源的话 我们夏天 那时候冬天了 嗯 我们夏天三个月 有大概十个团左右 是来不同的地方的 你们要是能承接 我们可以让你们来承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做了另外一个 很好玩的创意下 就是 我们专门去开发课程 就整个研学团 我们会去针对不同的主题 比如金融主题 新闻主题 或者联合国主题 嗯 去联系不同的学院的教授 嗯 做这种小的短期课程 嗯 大概联系七到八天 嗯 然后把这个课程做好以后呢 我们卖给留学机构 就这种大的集团 嗯 他们负责招学生 嗯 然后形成他们自己 就安排旅行啊 那些东西 但我们来负责提供 校内的任何的课程 嗯 而且我们当时是 以项目之为导向的 就比如说 金融这个营 不是泛泛的学 我们的这个主题 可能叫做 公司估值营 啊 这个七八天学的 全是公司估值的知识 像我都知道 什么DCF MOLO 哈哈哈哈 上课跟着听 我也知道一些 然后等 最后接着会去 做一个presentation 小组的展示 嗯 优秀的孩子 可以拿到教授的决定信 嗯 就是变成了一个 比较有吸引力的 有的申请结果导向的 这么一个背景提升的 一个东西 没错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的 当时做的最好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 涉及到 我不先从各大开始 来完 然后还有去 哈佛当时都有 哇 基本的cover了 对 就那几个很有名的嘛 就做的居然是 每个大学最出名的 嗯 就那几个项目 所以当时做的最好的时候 大概一个暑假 能有18到20个团 就是我们来乘接 嗯 然后我们就雇 很多的这个 具体学位 哈哈哈哈 你懂的 我懂的 来做 我懂的气 啊 这个东西 然后去把整个的机制 搭配起来来 嗯 所以这是我们最开始的 就是创业的项目 嗯 也是因为有个学 让我们接触了大量的学生 因为你想一个团 可能30个人 嗯 那你20个团 就600个人 嗯 那么这些学生 认识了我们以后的话呢 他们就会后边的一些 留学的需求 对 他们过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最大最大 就是从这开始的 就是有了生源 然后也算是创业来讲 从商业上来讲 是有低端金嘛 我们就只是学生 嗯 也说实话 所有的创业 很多人问我们说 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你当初到底是 怎么一个 同位的计划 去做 我给你的答案就是 没有 当时就是干着 就是因为你在资源的旁边 嗯 你顺手用了这个资源 然后也在 相对对的是 一个时候运了 嗯 然后你搭上线了 有了成果了 你觉得这个事能运作 你又喜欢做 就做了 就这样 嗯 然后你就没有停下来 因为后边你就停下来了 后边后边来推着你 嗯 去把这个顺利做起来 嗯 再往后的话就是 我们中间是有一个 很好玩的过渡期 就是我们在 我就大学毕业了 嗯 毕业了以后呢 就是要 要怎么做这些东西 然后当时是 我们有一个团队在运营的 然后我和另外一位创始人 我们两个人是觉得 还是想在美国工作一些 嗯 就不想说 就 马上就创业了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 入职的公司 然后我当时是 入职了纽约的一家 它是一家投资集团 嗯 但是它是有一个分支 是专门做家族办公室这种的 了解 就是做教育升学 好 所以我当时带很多 高进程的家庭的孩子 做admission 嗯 然后当时跟我配合的团队的 这个打扮的人啊 有这种外籍的council 嗯 也是美高那种 很纯正的council 嗯 所以我很感恩的是 我做这一行的入门 是没有走弯路的 嗯 我直接进的那一行 可能相处的同事 接触的信息 就是最原汁原味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带一些当地美高的学生 让我出了很多好的案例 嗯 其实全是在我职业初期给我的 就是专业度 加上学生本身的一个基础水平 嗯 让我可能当时带了一些 大疼案例出来 就本科 所以这是我职业的初期 那么再往后就是到了 大概2018年年末嘛 嗯 我们当时公司相对运转的 相对比较成熟 嗯 就比较成型了 说要不要回来 所以就说那就回来 就回到深圳 把它给落地下来 嗯 所以我们在2018年年末 就选择回到深圳 那么后期的话 大家可能知道的是 慢慢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 严血它的比较重 它比较重了 嗯 而且积极性的强 所以我们就慢慢在 减弱那边的一个头肚 然后就是就 正好也就不用它了 因为没办法再做了 是 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 很纯粹的 留学咨询公司 就把那条业务线带走 有意思 对的 虽然说严学 是当时真正 让你们开始 skill up的这么一个契机 但是在不对的时候 你们也找到了 一个合适的机会 把它给砍掉 然后真正专注 做留学这件事情 对的 所以有的时候 家长来我们公司 然后看桌面的册子 看到那个严学 我们做了一小册子 然后呢全照片 他说这东西不错 我说这个是很长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已经是 很多很多年前的 我说我们当年 做严学啊什么下 他说这个好啊 我想让孩子参加 我说现在没有 像疫情这样 我说你要再等个几年吧 说等老师以后 疫情要是结束了 你要不要重启这个 我说到时候看吧 因为我现在学生也多了嘛 如果有这个需求 我可以组团 我们去国外 对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 就是怎么进的这个行大 经历上来讲 就是吉人巧合 从进出的时候 就有这个机会 我创业了 然后再到我进入到 第一份工作 我想把这东西学生 学专业 我进入到了一个 Admission Counseling的行业 再到后面 我自己个人创业 再去专业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 可能我们做这个行 大概六年半到七年的时间了 所以也见到了美国的学生的 就是一个profile 包括国内的学生的profile 也有给自己的一些套路和经验 大概是这样子 特别有意思 感觉特别的 就不算是机缘巧合 这是机缘给了一个 有准备的人 带来的巧合 当然就是想证明挖钱 但原因很简单 但是真的也不是所有人 碰碰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都可以真的抓下来嘛 所以我觉得的确就是 你包括你的朋友们 当时已经3号已经歪地了 然后只不过说 你们自己努力了一把 要把这事推下去了 是的 真的非常的合理 这件事情 对 对创业这个事 怎么说呢 当后边 因为我现在在花旗银行 他们有一个 就未来银行家居的部 在那边当创业导师 我会带一些高中和大学的孩子 跟多样的创业 然后 虽然我不是一个 多么优秀的创业者 但只是一个 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小创业者 我有时候会给他们 一些我的建议 就是第一个 就不要看得太大 你不要总想着 我看很多孩子们 现在年轻小孩 老不过谈市场容量 天花板 这个思路没错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 像前几年创业市场 特别好的时候 就是你 投你想融资 买个PPT就可以融资了 对 要融资 首先要跟人家说 你这个天花板 对吧 未来能怎么样 所以导致很多孩子们 就第一反而会先看这个 他们觉得一个东西 如果天花板太低 你不要错了 但我当时就跟他说得到 我说游天花板很低 我们这个行当很低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这辈子都捧到 挺好 就是我们游选那个行当 最好玩的点是 当时我们说游数据 说新东方 加上 郝未来也做游选 他做那个顺水的那边 他有一个游选部 就这么加大的吧 加到一起 占全中国的游选市场 总额的不到百分之十 它非常分散 整个市场 非常分散 他们即便做了这么头部 占了时机的这个优先一点 然后又做得很成熟 于敏我也是个 我非常敬仰的一个创业 一个企业家 一个前辈 但是也只是这样 那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 who cares 为什么要考虑成老板 对 如果我不融资 我只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企业主 那 只要这个市场本身 我有我的经历 有足够的市场去吃 其实足够去 让我的公司利益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 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个点 第二句 很多孩子们跟我谈听 我摆听 我说你有没有想到 你能碰得到吗 有道理 对 可能你这辈子都碰不到 是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盈利问题 就是你的公司要不要赚钱 很多孩子说不要谈钱 我说就是要谈钱 你以为 谈钱死了 但是你想创为者 就是融资团队 为什么要赚钱 他问了以后 从你这赚钱 大家不是要陪你实行动脚 是要去挣钱的 一个没有办法造血的公司 其实是对你的员工也好 对于投资人也好 是极为不负责任 没有错 就等着大家在陪玩 对 对 就说远了 一些事情 没有没有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其实现在 因为我在一个创业公司 然后的确会看到一些 就会有朋友来问我 你们创业工人怎么干的 你们这个电话板怎么样 就是其实 只要你真正在一个创业公司 甚至是你自己创立的一个公司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这个公司怎么要运营下去 活下去 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会今天电视所谓电话板看的 对 对对 可能现在孩子们 他们看了很多的case吧 会觉得说 我上来拍下我的market size 我要拍下我的竞争文卡 等等的一些东西 但其实 就像你说的 如果是真的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哪些东西是更加更为重要的 会更加值得你去关注的事情 而且如果你有能力造血的话 你不会相对被外界所影响的 这个度会比较小 当别人不给你钱了 当市场不好做的时候 你不至于没了 没错 你还可以活下来 可能活得比较艰难 但至少你可以活下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像最近流血行业说的行业 这几年流血行业暴零很严重 暴雷 特别是前几年 就是其实大公司暴雷 像我们对于同行业的人 我是不可能看热闹的 对吧 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不是个好事情 因为这个会去 消磨家长对我们的信任度 没错 我到底要不给你钱 对吧 你再给你钱 第二天你跑了 跑了 啥也没给我留下 门数也不见了 最重要的是 钱都来不是问题 孩子怎么办 对 你跟了一半 然后申请集团 跟我们说不做了 对 那这些孩子怎么办 因为我们前几年 是有这样的机构的 就是他做的也 我们在这里不点名 因为我相信 其实我一直相信 任何一个企业家 公司老板 没有人是为了 把公司做黄去做的 一定已经做过一些决策 但是也没有人 能够永远的做对决策 没错 可能有的时候为了博大 或者说有一些 赶上一些客观的条件 他没有做好 心情罗断掉了 最后公司没做好 所以我并不觉得 他们是不好的老板 对 所以 但至少在这个结论上 是导致很多的 是教培机构 包括教培行业 隔壁吧 隔壁才能 教培啊 留学行业 报了都比较多 是 就会导致很多的家长 在这个信任度的问题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建议是 包括我自己 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也问自己 问得很清楚 如果我想来快钱 这不是一个好的行业 这个行业绝对不是一个 挣快钱好的行业 虽然说 教育咨询本身 大家跟我讲 一个现金流很漂亮 但是那也是个预付款 我收的你的款 是两三年的服务 对吧 没错 它是一个很长周期的一个东西 对 它并不是说 可能很多我见过一些同行 网易的人 比较喜欢玩商业的 思维的人 觉得日前收件来 我给你拿它用来去 扑平 对 可能我去做分公司 我去铺盘子 那么可能如果中间 出了一些小问题的话 你一断 如果家长退退怎么办 或者因为各种事情发生的话 你不会更稳定 所以当我进入这一行 我小天很清楚 我不是为挣快钱 来做这一行 那我就要想 你做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为了挣快钱 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总有一个 出新的一个支撑点 没错 那我的支撑点就是 我看到了做这一行 它给到我一些 除了钱以外的东西 是我觉得 我愿意为它花时间和精力去做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 就是 satisfaction 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呢 是很多行业给不了你的 可以具体说的是哪些 满足感 没有满足感 能够哪些moment给你带来其他的成就感吗 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 大家会认为应该是群人拿到offer吧 比如说你帮一个孩子 努力了两三年 最后他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录取 我觉得老母亲的那种 欣慰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不是开心 但不是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你想一个孩子 你陪他两三年 也就只有那个moment 另一刻 但其实两三年是很长的 这个期 对 他不足以支撑你两三年 但其实真正能够让你走下来 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小的一些点 就比如说 当你的客户啊 叫你的父母孩子们 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第一时间来问你 然后你给了他方案 这个问题被解决了 他会说要感谢老师 或者说 幸福老师在 要不然我就决策错了 这种时候其实我常很开心 我理解了 这种被信任 被依赖的 对被信任 然后他 然后因为信任你 他也得到了好多结果 这种感觉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 就我自己心里觉得很安稳 然后 就是我帮到了他 然后他也会觉得很信任 我就这种绑定的关系 让我觉得这个关系很舒服 了解 了解 而且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 您在称呼您的客户的时候 叫的是孩子 对对对 这个还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如果回想起来 我在一年一年升学校的时候 对吧 那些文书老师 或者身经老师 都叫我 什么case 多少多少号 之类的 那个要升什么什么学校的 哪个小姑娘 有这么一个代号 但不会说叫我是孩子 对他们眼里 我是一个 是一个物品 是一个代号 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对可能在你眼里 他们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吗 就是你应该他们的那些帮定 是怎么样产生 你会觉得 对 我觉得对 这事有点感到 因为我身体也没有很大 然后有时候 特别是带本身研的孩子 人家 你看 我又是孩子了 其实人家也不是孩子 人家可能跟我也差不多少岁 甚至一些身研究生的人 就是他都是工作很多年龄师 可能跟我一边打 或者叫孩子什么的 对这可能是一个顺嘴说出来的东西 年性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跟公司体谈无关 就是我们本身公司 属于一个中小型的公司 对 我们团队现在是有20多人的一个团队 对 然后来做这个升级 我毕竟不是一个大集团 对 每年服务的学生有120位 嗯 这是我的学生的一个服务量 嗯 那怎么说呢 我可能 我肯定不算是一个小工作室 嗯 但我也不算是一个多大规模的一个公司 所以 每一个学生 特别是我自己带进来的公司的 我对他整个的成长的一个路径 是关注得很详细的 嗯 嗯 简单来说吧 举个例子像 哎 这可以说是 嗯 因为其实有观察到 你刚才说 头部的大的那种chain 嗯 他们其实也这样 呃 市场容量 市场容量 市场容量百分之不到五 嗯 这样吧 相当于就是一个CR5 才可能百分之十都不到 这么一个 这个行业 那 呃 大家可能会担心啊 就是呃 相对于那种连锁机构而言 像您这样比较boutique的机构 呃 会有什么优势吗 就是会不会说 您刚才说那种那种个人的bonding啊 这些会是你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和特点呢 明白 我觉得是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路径趋势问题 啊 怎么讲 在 之前的话 大家会比较认大孩子 的确是啊 然后情况大连锁 是 对 但是其实 这两年你会很明显感觉到那些比较 有 比如说孩子想去更好的地方 嗯 然后比较高智的父母 他其实看得很清楚 嗯 他也知道一旦孩子给了大机构的话 可能会更多办法 我本来就是要在追求个性化的人士 我需要别人花这个钱 有更多的人把精力 嗯 投入到我的孩子身上 而不是说 把他丢到一个工厂 然后他就是接着现在去做事情 嗯 所以 其实这个东西 怎么说 它 是有一个认知的变化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 你做小 你做小的一个机构 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 嗯 有的时候 家长会觉得 你可以小而轻 嗯 小而美 这都很好 所以 回到我们的一个 个人的这个规划上啊 就我们的服务当中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 是我在做我们公司的时候的几个理念 是我比较认同的 嗯 第一个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 要去帮学生先做一个精确定位的评估 嗯 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的话 第一步就是做评估 评估一般我们三个维度评 一个是 性格 一个是学术状态 嗯 一个就是你的 专业评估 就你大概可能是个什么方向 这一步我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的科技 嗯 然后能够对它未来的一些方向的判断 做出相对明确的一些理解 了解 就是了解它 嗯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 才是我们本身会 做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计划 嗯 来告诉它不同阶段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那么这一块就会根据我们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的阿里库 包括以我们自己的信息源 来帮学生去做一个这样的维划 嗯 但其实这个也都还好 嗯 做规划这个不还好 但还有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监督 监督 也就是说很多家长会包括来找我的时候 遇到一个问题 包括之前也接过一些家长是可能在别的机构做过后来退掉 然后过来 嗯 然后我也会听嘛 嗯 听他们吐槽 听吐槽 我们在学习 没错 就是我想知道它到底哪里觉得不满意啊 嗯 再上一下 然后它可能会希望在一个机构里边获取什么 嗯 我发现有个很共同的点 就是监督执行 他们会发现 你说方案 各家机构方案都差不多 嗯 然后该打比赛打比赛 该做科研做科研 该让我跑脱服跑脱服 其实这些东西也差不了太多 嗯 但问题是 到底谁能够真的去把这种方案给我执行下来 那么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家长最吐槽的 第一个点 签约了以后找到人了 签约之前很紧密 签约以后一个月不联系 就经常会这样 甚至有些家长可能不能接受的是 孩子成绩居然是我 最第一个知道的 就是你们都不知道 嗯 然后我还要管 或者说 呃这个比如说 我跟你聊我孩子情况 后来发现你什么都不知道 嗯 甚至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了 嗯 孩子情况你都不了解 嗯 再比如说可能有些事情是我还得提醒你的 比如说AP报名要结束了 嗯 老师是不是咱得给孩子报名了呀 说哎呀 老师说对对对 要报名 嗯 然后家长就想说 那如果我不问你呢 甚至你都没有想要给报名 对 就总之他其实花了这个咨询的费用 嗯 一方面需要有个人来引导孩子 但更一方面他需要有一个团队 嗯 因为我不找你个人呢 我找了一个团队啊 嗯 去帮我把这些你说多的事情 把它执行下去 要是 其实家长也很清楚方案归方案 但是方案能执行 也有靠学生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达到 嗯 他也能接受动态调整 嗯 比如说我订了一个三月份考的110 嗯 一就是没考的 考了100 那你没关系 学生家里能接受 那咱们就往后延 以下一个方案是什么 嗯 那咱们要不就放六个月 或者怎么样 嗯 但他不能接受就是放手 嗯 你只够我一张方案 没有 而且 所以为了去满足这一块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团队的计划上 嗯 就是公司的管理上 从这个点就是可能 我们公司的这个规划老师 我觉得更累一点 哈哈哈 大家吐槽的老板 我吐槽的多一点 就是首先我们内部有个SaaS系统 啊 有一个这个管理学生的一个后台系统 了解 基本上每一个学生的每一次面谈信息 上面都是有记录的 嗯 其实大家很清楚我们做企业知道 你是不能保证员工不流动的 没错 因为很多价格问这个问题 嗯 我找着一波老师人走怎么办 嗯 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 他永远不可能走 因为这不现实 对 对吧 这不现实 但是我能做到什么 我能做的是 我在想的是 怎么能够让他在流动的时候 对你的损失降到最低 嗯 你担心的无非就是 上一个人走了 这个之前孩子的历史和信息 是没有一个接洽的 对吧 落在地上了 不可能 对 那我们就很简单 我只要让每一个在这个位置的人 去把每一个跟孩子沟通的细节 全部给book下来 嗯 全部记下来 嗯 去传承每下一个人就够了 没错 那么这里就无非是一个 小交际的一个显接 嗯 所以我会把据换的结果想好 然后告诉你方案是什么 嗯 去让你安心 嗯 所以我会有这样一个系统 嗯 第二就是我们沟通的频率 是固定要求的 啊 我们固定要求 除了你日常沟通以外 我们要求每两周 就每两周 是必须要做一次 正式的沟通的 你先上也好 来先下也好 都可以 但是我会让我们的 规划老师出去一个报告 反馈报告 了解这两周 学生的成绩 成绩情况啊 嗯 他的活动的进展情况啊 嗯 然后反护有加长 嗯 这里是我们会 为什么要定这个频率 就是因为 你再往长一个月 因为太久 对 因为学期就四个月 嗯 对吧 他如果真的有点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这数学 已经不好了一个月了 那再不 越来不错 太难去求的 但是如果是两周就很好 嗯 一个一周呢 就太有力了 对 学中其实没什么反应 就烦死了 哈哈哈哈 你问我怎么样啊 我能怎么样 都还挺好 就上高差不多吧 对 所以两周差不多 对 是你能看到一些变化 是以后有些结果的时候 是 所以这个频率 会让我们的家长觉得 我觉得家长的时候是这样 他并不是说 故意挑你的词 嗯 或者说 一定要让你去 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有些家长就是急 对 只是他着急的表现是 呃 可能有的时候 对一些机构老师发火啊 啊 我们家长里吧 从来没发火火 啊 只要你能够让他 跟你在一个 就是unstay page 就是我们能够在 同样一个认知度上 他非常的清楚 知道孩子什么情况 你有及时的让他了解 对 我觉得他就是OK的 嗯 然后当然你不只让他了解 你要给他解决方案 对 我觉得这样就是可以的 所以在根据的这个细度上 我会跟的比较的细致一点 了解 嗯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的团队的配置上 嗯 我们自己本身是五人的团队 一个学生 嗯 就会五个角色参与到 他的规划当中 啊 这么多 对 一般是五个了 嗯 一个是升学顾问 嗯 就一般我们公司合伙人 叫我自己是合伙人之一 我会担任升学顾问 嗯 那升学顾问的角色一般 就是去做一个学生进来 和这个case我来负责 嗯 嗯 如果他们不兼职 来了这个行业 他们就没价值了 哈哈哈哈 他们就必须要兼职 有道理 因为你要的 从他们身上获取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来自不同行业的一些最新的信息吗 没错 像有的老师是学那个计算机在Google 嗯 在那个硅谷工作 嗯 然后我们学计算机的孩子 会跟他约一次 就是meeting one on one meeting 然后就问老师说 哎 这个行业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学什么concentration啊 嗯 我对这个感兴趣啊 嗯 老师会给他一些见解 嗯 这个东西是 你留学行业的人给予来的 没错 那这是专业老师 对 最后两位的时候 会有一位文书和外籍文书 这就是后期的文书的一个团队 清楚 所以大概我是用一个 这样的team来做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在做每个case的时候 至少我能 我的底线是 呃 我们有相对专业的评估 嗯 然后我们会去跟进他的一个状态 嗯 第三个就是 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来去 就是把整个孩子这个case 给他圆满的跟进 嗯 大概是这样子 清楚 感觉是真的是从头落到尾 而且不只是有一个饼 大家让你把饼给喂下去了 对 是很靠谱 我听你讲 我都觉得很靠谱 对 但是在实情当中 我们是有多完美吗 可能 肯定出面过一些小小的 是 嗯 是 每家的私都会这样子了 对 我也不敢说我们家是最完美的 嗯 但至少我为什么卡这实情点 嗯 其实我知道 人远在 人在工作当中 人这个 人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 有波动的 嗯 角色 所以你 无法保证 包括我们的每一位 鬼话老师 你说每个位老师都是完美吗 你也做不到 嗯 但是我至少可以帮家人把底线揉住 嗯 如果我保证了两周的一个功能频率 就底线就是不管是哪位鬼话老师 不管是谁 我还是还比人好 嗯 他的情况是可以被收集下来的 嗯 所以这些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些底线 对 对 这就跟你在其实你工作是一样的 你就一定要定期有一个双周会嘛 给你的老板们最近这两周的一些工作情况 老板也不定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 对 但他要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需要他帮忙解决的 或者说你今天解决了 那告诉他你的方案是什么 就好了 对 就他也不是不放心 你就跟家长也不是不放心你们一样 对 他只需要be acknowledged 他只需要被通知 被知道 然后告诉他 你放心 我们都在解决了 或者说家长 我可能需要你一点支持等等 对对对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客户都是企业主义 对 大家都很痛 对 很能理解 他们也很忙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 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去帮你把这些细续事解决了 然后来做决策 对 比如你孩子出去调了 就跟你说得不 我给你方案A方B 你来选 这就快嘛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对 那果然就是高知的家庭 就会希望选择你们这样的机构 因为就不放心 而且有几个方案 他只需要去做决策就好了 对的 我觉得是这样会 也会让我觉得安心一点 没错 因为说实话 我也不太喜欢画饼 就是你画了个饼 你会出问题的 就比如说你画了一个巨大的蓝图 其实我这个人做 就我一般跟学生狗同 家长狗同 我是比较喜欢保守一点 包括讲预期 可能经常家长文的问题是 你觉得我的孩子 未来都去什么样的学校呢 我知道 他想听的是更好的学校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可能同时资讯着两家机构 他现在可能还有三年要申请了 他是什么样的 咱们是不清楚的 他可能一家机构说 我决定去腾校 我觉得只要你努力成功 你肯定能去腾校 那我本来不会说这种话 因为大家会评估 比如说我觉得腾校太难了 可能前二十 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估 但有些家人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你没信心 说你能力不行 那人家不曾可以腾校 就是说 他可能想一下三年以后的事 对吧 对啊 我有一万种理由给你解释的 孩子学习你学习不行啊 你没有考评分啊 局势变了呀 但可能还是有些家人 不愿意听这些 所以有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有一个平衡度吧 我不是说变得化病了 但我还是会跟他客观的讲 就是你问我说 相对稳妥的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你达到什么样的分 二十年点 OK 但如果你们做了一个人道的分 我觉得腾校是有可能 我了解 这么说 清楚 对的 所以就是 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家长 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因为我相对会保守一点 包括我们去做方案的时候也是 我会去想底线 就这个事情的底线 我给你说清楚是什么 最差的底线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能接受 那我们再往下谈 对 其实大家的心理彼此有个底了 这个事情会这样 清楚 对 包括有时候跟家长说 你不要太焦虑 有时候最差的结果 无非就是怎么怎么样 那最差的结果它会怎么样 它可以做哪个事情 假设好 好 谢谢大伙利 不至于说 我一直摸上那个底是什么 对 对 对 了解 但你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学生除了择校以外 或者择专业择校以外 还有什么值得我们 大家去关注的一些需求 他们的需求和关注点吗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专业是心理相关嘛 所以我会更关注心理状态和情绪问题 这怎么说 我觉得这是这几年 不只是国际高中的学生 包括就是青少年吧 中国青少年很明显的一个 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了 就是大家的心理问题 大家可能看到一些 屡见不见的一些新闻 学霸没考好自杀了 对吧 这个是很多常见 对吧 包括像这个父母跟孩子在疫情的时候 因作业大打出手 然后可能孩子抑郁了 有的时候要闹跳楼 这在深圳反正是发生过了 对吧 这个很正常 所以那这就是 衍生出来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就是关于心理的健康的一个关注问题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topic 我只能说 从心理健康这个维度来讲 我们国家的社会 可能普罗的大众 还没有办法去太多 接受mental health problem 这个问题 大家不能很理性地看待它 还会觉得它是一个 需要被藏起来的事 对吧 我得了 我有异语倾向 哇 我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讲 要不然别人以为我就是精神病 我觉得精神病这个词 是一个很粗的翻译 对 让别人觉得心理问题跟疯子 是否一连在一起的 对吧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个特别不好的翻译 就是你说你得什么病了吗 精神病医生 就大家就会觉得 你学心理学应该就是跟一帮 疯子在一起 脑子不太清楚的人 对 然后脑子不清楚的人呢 在大家眼里面 好像不是一个你疼痛可以被治愈的病 是一个你骨子里的东西 和基因里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很可怕 大家所以这种社会的认知 就越想让你去掩盖这个事实的发生 没有错 OK 那么回到我们的青少年这个人群 为什么觉得这个可以值得被关注 我最常见的一种问题呢 是这样的 因为国际学校的家长的家里条件都很好 能去上这种贵都学校 你们的这个家里的待遇一定是不错的 那给孩子肯定也没缺过吃 没缺过穿 但是我会发现很多亲子关系并不是很融洽 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妈妈说 我就不明白 他想穿名牌就买名牌 对吧 想吃什么吃什么 然后呢我还得哄着 然后你想我们当年 就我们当年穷的时候 也没这么矫情 这是很多家长对孩子描述矫情 他一不爽就抑郁了 然后去医院就我还是个中度抑郁 他就不明白他从小到大哪里亏待这个孩子 就是他就动不动就哭 动不动就说发脾气 就不满意 所以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关于这个点 我会先从几个维度讨论吧 第一个维度就是 我用一个最粗浅的 虽然这个可能不是很专业 但是用一个比较粗浅你们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 我们来做一个理论 叫马斯洛需求理论 这是在心理学当中 你非常常见一个金字塔形 就是讲了人的 马斯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 他做了一个金字塔形 来阐述了人的不同层级的理论的需求 那么底层呢就是一些生理需求 那么这里边的规则呢 是你要满足了下面这一层 才会去追求上面这一层 就是普遍人的规律 那么这里边的关系呢 可能就是从底层的 比如对生理啊 你要温饱啊 你得活下来 然后再到你被 比如说你会追求被尊重 再到你会追求情感 再到你会被追求这个尊严 尊重这些东西 还有人格的这种精神需求 一步步是上来的 没错 正常人都是这样 当然你可能会问说 那不对啊 那像在以前这个战争年代的时候 有些伟人他们吃饱包穿不上 然后对吧 他们还会为自己的这个意志 和国家的兴旺而去努力 去奔波 所以他是伟人啊 他不是所有人的 所以他特别 我们会很尊敬他 因为他越过了 正常人的这种心理追求 他会直接去追求 最高的这个需求 没错 好的问题来了 那我们来讲讲 为什么很多家长觉得有误差 我们想想我们老一辈 就是我们的前辈们 那么你们当年从小 可能刚出生的时候 你的生理需求 是没有被满足的 你是先满足了温饱 你才去往上追求 但是我们这一代 90后 包括00后 10后不一样 他们从出生 就没有去考虑过什么 生理需求 他们从出生 就没有去 为那个需求而去 努力过 担心过 对 那么他们就一上来 可能更多追求的是 一些精神层面的 对 情感的 是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家长经常说 为什么食制品 添不满它的空虚 是因为食制品 它再怎么食制品 它是物品 对 它是这种 让你温饱的一种衣服吧 对吧 可能对虚荣心 是有一些满足 但是它本质上来讲 它是一个物质 但是这个 你添不满 你孩子所去的 那个精神 所以我之前 跟一个心理学的 心理医生朋友 在深圳聊天 他也说 就是他接过一个case 就是一个孩子 他家里条件很好 妈妈给了他卡 随便刷 一个高中生 一个月要刷十几万 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有点过分了 但是这个孩子 特点是什么呢 他买东西从来不拆 他就是买 然后我们去观察 他什么时候 会去买东西 基本就是在跟父母吵架 或者父母长时间 出差不回来 他就会疯狂地买 所以他的这个表象 是买东西 但是家长会骂他 说他是一个 对吧 就是一个 经常既化家里东西 然后虚荣 然后就是喜欢 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女孩 但实际上 我们去观察 他行动背后的动机 他并不是为了买东西 他是为了满足心理的 那个无法填补的空虚 没错 这个空虚可能是父母的爱 陪伴 他一直都不到 对 他想用这种方式 可能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来获取 就人都是这样的 你在另外一方面 获取不了的时候 我总会想办法 没错 去从别的地方来弥补他 没错 所以从这块来讲 就是我们想让家长理解的 就是 虽然我们不是溺爱孩子 或者说什么都去满足他 但至少我们可以去退一步 去想想他背后的逻辑 就是 当我们去想 我从小没这样 怎么拟现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年代了 对 换位思考 对 换位思考 对 真的不一样 虽然我们都长在红旗下 但是我们这两代的 整个从出生开始的 一个接触的信息 对 我们的生活状态 差别是很大 这个不是只体现在 吃什么 和穿什么这个点上 而是体现在你整个的 需求的健身度上 也是不一样 没有错 所以这是关于一个 就为什么说孩子 容易矫情啊 我觉得家长可能能理解 他们的生长条件不一样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从心理上来讲 这两个年 我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焦虑症 抑郁症 或者强迫症 就这些高发 包括双向情感障碍 就是Bipolar Disorder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我给你们的建议呢 是 首先 国家很明显是很重视这件事 所以现在中小学 会配置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在 我有很多我的同窗们 回到国内以后 进入了一些国际高中 或者私立高中 去做了这个concert 但是我发现 可能很多的家长是 没有办法转过来这个弯的 他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shame的事情 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孩子 就是让我觉得 无能为力 就是他已经是中毒抑郁了 甚至是中毒 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很多家长 是没有盖到这个点 就是中毒抑郁的人 是在一瞬间 是有轻生的念头的 这个叫做非常危险的 一个灵界线 所以这是为什么 心理医生会给他开药 因为心理医生 像你做咨询的时候 我跟你聊天 我来平补你的情绪没问题 但我不可能24小时在你身边 没错 我只能自己引导 和倾向的判断 那我怎么保证 在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你能够稳定情绪呢 药物 所以大家都是通过咨询 加药物治疗来去共同 这是非常科学的一种方式 没错 但很多家庭是不接受的 那就我孩子为了吃药 就我孩子没有生病啊 对啊 只是心里不开心 对啊 你怎么能让他吃药呢 这是那么多嘛 所以家长会做什么 断药 真的假的 很多 我认识的一些家长 就会觉得我孩子没病 比如他在国外 孩子抑郁的回来了 说一定是在外边 受人欺负了 他只要回家就好了 从小都没这样 怎么突然这样 对吧 家长这么想法 我也能理解 他会觉得我孩子从小 就没事儿 那怎么突然间有事儿了 那一定是他被欺负了 对 他觉得比如一队变量 就是这个孩子去了国外 对 他没有想到 这个孩子在他身边的时候 其实已经不太对了 可能有这个倾向 但是你没有关注过 没有关注到 然后他到外面的世界 也许他不出国 就愿意去国内的一个大学 也会出现 对 白你以为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 父母第一反应就断药 就是我已经在他身边了 我看着他 他不需要吃这个药 那么你知道这种东西 它是需要一个疗程的 它也不是 你正常治病也知道 你亲密断药带来的结果 可能就是 他一旦在反复的时候 会变得更严重 而且药物的控制 会变得更弱 那么 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孩子最后 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他也没法上学 然后父母也永远无法 愿意去承认 和面对这个现实 就是孩子的这个心理问题 是需要得到专业的 医生的治疗的方式的 不过这个点 咱也不怪家长 其实我们国家 在这一块上的 就是专业读上 确实不够 我又讲到深圳了 对吧 深圳 因为我在这最熟 深圳最有名的医院 康宁医院 就是治这个精神问题的 康宁医院的一些 指导方式 会更加的极端一点 就是非常的极端一点 就是说你 就没有那么 gentle的一个资讯 引导 如果他觉得你很重的 可能直接把你 安排在医院里住院 就是真的 强制性的 强制性 就是可能你想出去 你只有有你的父母 基础同意签字 你才能出 就到那种程度了 哇 所以很多家长 也是不太能接受的 然后呢 你说找外边的 心理咨询师 那现在这个市场 也没有很成熟 嗯 所以 什么叫靠谱的咨询师呢 咨询这个东西 你不能指导 但咨询两次 马上就排就好了 就有一个时间 嗯 那么这代表 你要投入时间和金钱 对 也不便宜 加上想了想去 觉得这个账算的 花算了 花了钱 你还不够保证结果 嗯 不百分百 对吧 那 我为什么要花钱 我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还挺正常的呀 那我就给他吃好 穿好 嗯 那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但其实这是两个 纬度的问题 没有错 所以 就是说到心理问题啊 这肯定是很多家长 最忧虑的一个点 嗯 还有最后一个点 就是他自己 家长自己 嗯 我发现最近家长的这个 心理先方问题 也很严重 特别是母亲 就是妈妈这个人群啊 就是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 他们真的很伟大 甚至很多全职妈妈 他们是很优秀的人 嗯 他们为了孩子 去退居二线 回到家庭里边 去照顾孩子 但这里面又出现了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 说到人的价值的这个点 对 人的价值 他总要通过一种方式 去体现的 嗯 一些全职妈妈 她因为这样的身份 她会把自己的价值 与成功与否 跟孩子的价值 做一个连接 枪梦定 对 影射同射 对 就是他会觉得 人都是这样 我偷了十年给你 你是我的作品 如果你失败了 那就是我失败了 这是个很可怕的问题 你知道 就这个会带来一个 很复杂的亲子关系 就是 对 所以这个东西 你无法去公平地 去论谈判断它 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呢 就带过这样的美高 嗯 就美国读高中的孩子 很多妈妈是陪读的 就是爸爸一个人在国内 是 这个 我到现在得知道 我依然想在这个公开平台上 去表达我的态度 我非常不建议这种方式 你以牺牲自己 来作为代价到国外 你真的以为你会换到什么吗 我说的不好听一点 可能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代表着可能 孩子也不一定 是想象中的那么好的结果 你的家庭也不一定 为此而变得更幸福 我始终认为 对于一个孩子成长 最好的环境 就是 家庭完整 父母关系很融强 嗯 就这种能够带来的是 非常正向的一个情感的 一个积极的关系 没错 一个妈妈出国陪读 你就会觉得 你其实心里是有怨气的 嗯 我见过这些很多家长 就会跟我聊天 那种怨气是能够溢出来的 就是你以为我想出来 要不是为了他 我为什么要出来 嗯 就他难道 就我很可怜的 我付出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放弃了一切 甚至可能跟我的先生 关系也很不好了 甚至我们已经到冰点了 但我就是为了我的儿子 所以我对我儿子的 每一次考试出现的失误 是不能容忍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对不起我 他会把这个对不起 传给他的孩子 是 这类关系非常toxic 对吧 因为小孩就会 成难莫名起来的压力 对 他的孩子就说 我不用你陪 对 不是我让你来的 对 我没有让你陪 你来干嘛呢 然后他妈妈就说 你看他说这种 没良心的话 对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你不让我来的 我来不是为了你好 对啊 那我当年你 我不来的话 谁陪你 然后你出于这些问题 说你吃不好的时候 你这个什么 什么事情的时候 谁来帮你解决的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 它是有点像 清关难断家务事 你真的让我觉得 是妈妈错了吗 妈妈没错 妈妈付出了很多努力 是看得见的 孩子错了吗 你也不能完全说 是孩子错 他就是人嘛 他总有表现不好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 去我们想象中 活成我们最理想的样子 他会有不好的地方 对 但是是因为这件事情 把它逼成了 这样一个境地 他们俩有冲突 所以导致很多的父母 特别是妈妈人群 他会有一些 心理健康的问题 就是 我有一些父母 也是中度抑郁 真的有 就是他就说 老师不满你想 因为你学这个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 很多妈妈说 晚上打电话聊天 说其实我之前 是被诊断为中度抑郁 我有在吃药 在控制 他就说 所以我现在 整个人的状态 就他只要一 比如怎么样了 学校一发生什么 负面的东西 我整个人的状态 我也受不了 就是我是遇到过 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包括这两年的 经历环境不是很好 比如爸爸如果 在围里做生意 可能爸爸 本身的生意状态 也没有那么好 我们想象一个 真实的家庭 一个妈妈 全是在家 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儿子 你为他付出了很多 但是他这个时候 有一个comptics 有个冲突的状态 他对你不是很认同的 可能给你 输出很多负能量 你老公回家 他做生意 现在也没有很顺利 然后你去跟他吐槽 儿子的时候 老公就跟你说 你别跟我讲这些 教育是你在管 我在那边挣钱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需要有人来安慰我 我已经感觉到 有部电视机 现在上演了 是吗 就是对吧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作为 就是你作为妈妈 你肯定是会经历过 这样的问题的 对 好 所有的奉价 你都给我 那我给谁 我去跟姐妹们 去聊天 我可能有闺蜜 可以输出 但也有很多情况是 如果有很新的闺蜜 还好 但很多事情是 你没有办法跟 人去讲那么细的 你讲的事 没有错 那常见的情况 可能是你跟一帮 同龄的妈妈在一起 她们又在比孩子 这是很现实吧 你本来想去吐槽的 结果发现这个局 不是在吐槽 在炫耀 是在讲说 因为我们家 你又给你变得更大的焦虑 说话 哇 他们家孩子托付 已经110了 我们家孩子 这个花很多钱 才1055 就是你会发现 你把很多压力 给了自己 然后你会去审视 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在想 我可能也当年 是高等教育出来的 然后我到底 到这个年龄 就是40岁 或者50岁 我到底有了什么呢 我管孩子 孩子 没有觉得特别优秀 老公老公这边 对我没有很满意 然后我自己 感觉我也没有 什么所谓的个人价值 我逃不出这个围城 那这个负能量 就会进入到 我的情绪里去 那可能时间久了 你就会有一定的 情绪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我 遇到的很多 留学生的家庭 甚至我觉得 不只是现录留学生的家庭 当代的一些 这种家庭的氛围里边 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 因为其实 我在想一开始 准备这个问题 想问你的时候 都没有期待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但是你讲到这个心理问题 首先是 的确我们所 很多很多人 他会miss的 就会看见 或者选择性忽略的 那其次你还 讲到了 不只是孩子的心理问题 是不是父母 尤其是妈妈的心理问题 特别是妈妈 对 这个就是 让整个的问题 更加立体 跟它具象化了 就我也是希望能够 也很感谢你 能够借我们这个平台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发表你最专业的看法 然后如果说能够帮助到一两个吧 在听节目的 不管是孩子 还是家人也好 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对我来说 是很大的意义 就首先第一 这个是你要关注 你值得注重和关注的问题 第二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请你赶快寻求帮助 就确实 真的就是这样 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像气球一样 你不要等到最后一颗 不管是你的孩子 还是你自己 没错 气球爆掉了 没错 那就很痛苦 但是你如果 没事放放气 没事放放气 你如果要是有闺蜜 你就把它做一个倾斜口 你哭也好 说也好 这都是人正常的 一个情绪的宣学方式 如果你没有 我就找心灵医生 花这个钱 做这个事 你哪怕 咱现在不说的有多专业 你找到一个人 一个陌生人 跟你生活没有交集的人 你把你所有 真实的想法说出去 你相信我 这都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 气球出发的方式 没错 对 那你刚才 其实分享了很多 就是现在一个 就是你们留学机构 或者说是 其他的整个留学市场 留学机构市场 的一个情况 那会不会在 现在这个疫情 其实还没有变 完全好的情况下面 留学机构 会面临一些 怎么样普遍的挑战 或者说是 在你们看来 是个机遇的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大机构的挑战 其实最大的 因为说实话 在一个行业的 这个客户量缩水的时候 大机构感受应该最快 对 毕竟我们这种小虾米 对吧 你太大的温暖 也还影响不到我这边 我就吃这一块 食肠 所以我觉得 对于一些中小林机构来说 应该是一个机遇的 因为当很多 像我之前说的很多家长 他不太喜欢模板式的 工程式的规划 他愿意花更多的钱 找到一个更专业的团队 去帮他的孩子 做个更个性化的定制 这是一种吧 所以在倾向性 就是往这边来走 第二个就是 大机构本身 会面临这样的一些冲击 所以可能他们在内部的 这个运营上 可能也出现了一些 就是不是很顺畅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补给 了解 所以我觉得 从疫情来讲到现在 这个行业 它 我相信它会一直存在 也并不是像外界很多人说 留学中介 只是存在一个信息差 你也可能听到 聊到这儿 你也感觉到 它不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对 不是说你不会看英文 只要你看了英文 翻了外网 就能看明白 官网随便盘 你还是看不明白 因为你只看到了 那个很冷酷的数字 比如说 哈佛说我的平均 录取人数的GPS是多少 然后什么ICD多少分 你还是不知道 我到底要做什么活动 对 我要去做那些事情 做什么认识 是 你需要有一个咨询团队 来帮你规划 是 对 然后那从发展来讲的话 可能从这两年 我们的行业的 大家的普遍战略 都是慢慢发 反正至少我是这样 我一所发育 就是我们都去想过 一定要去裂变 我怎么怎么 裂做了多大的盘子 我还是希望能够 把我眼前的这些学生 把他们服务好 然后把这个地区的口碑做好 因为我们这行 其实蛮看口碑 家长就这些 没错 然后特别在一个城市里边 你做的好 做的不好 虽然我不能保证 所有人都会说我好 但至少我们做到的是 不出大的错误 然后呢 你做到比较 就是追寻本心吧 就是你把你能做 都做得很清楚了 你也没有任何的欺瞒 或者任何的这个 让他觉得不太专业的部分 没错 我觉得就可以 对的对的 那现在就是 如果你要打脱深圳市场 算到于是吧 会不会未来有计划 再到别的城市 会计 家长的呼唤我 大概一个怎样的规划呢 还没有太具体的规划 了解 对 但就因为我们自己的 学生的画像呢 就深圳当地有 也有北京的 也有上海的 然后也有江浙的 然后有美高的 就是加州那边的 美高的 纽约那边 美高的高中的孩子 都有先上书 还有成都的 都会有 所以就这些地方 我在哪里 晚上会问 说你们有没有计划 在我们这边开分部啊 或者家长开玩笑 就是那种 比较有钱 想说要我们可以投资啊 来投资 做股东啊 来做这个东西 但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可能要控制 就是首先到别的地方 开公司 它会成为我未来的一个计划 一定的 这一定是我未来的一个计划 但是它并不是 目前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计划 不是普通问题 对的 因为我也会在 我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 当我们去诟病 那机构 过于模板化的时候 是 我还是相信 每一家做机构的老板 不是为了做模板化而做的 是 它是到了那个时候 它到了那个skill 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它不得多通过模板化 通过流程 对 提醒化 对的 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不能一篇概念说 他们就是没良心 做的就 不是这样的 因为需求在那儿 对对 然后你做的公司那么大 你每年那么多的孩子 你怎么去把控 这种 你的 你从中层到下边 对吧 没错 每个孩子的这个管理 然后他的这个所谓的年性 你要怎么做呢 你不可能每个都是合伙人 在出现的吧 对 所以我也其实在 真的有一天 裂变之前 我要去想清楚这件事 如果我要保证 Aligo的品质 那我如果在开分裂的时候 去保证我的品质呢 对 是的 对 你这个怎么样在专业 就是定制化 对 和规模化 当中取个平衡点吧 对 或者说有一天 还是说我要变呢 我要变成一个像 大肌肉那样的模板化的公司呢 嗯 就这个可能是我 跟我的合伙人们 要去思考的问题 了解 如果为了变大 嗯 最后损失了我们 最主要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是得不上市 没错 您可还不在身上 当了百年老店 哈哈哈哈 对吧 其实你们百年老店得了 没错 就是那一家 嗯 我觉得也比我 那一面了 就把自己玩死了要强 我是这么认为 对对对 然后到后来发现 哎呦 我已经早就落了初心了 对 当后做的不就是为了这个 你说你要听辣财 你本来就不应该做这个 哈哈哈哈 对 你看一百家分店 嗯 可能还不如一些行业 就是真的更快 对对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嗯 对 清楚 嗯 好呀 我看今天又跟您聊了很多 关于这个留学行业 包括您从创业的初心 那段故事特别特别有意思 是 对 然后也跟您聊了说 就是您是怎么样看待 就是您的客户 或者说在您看待是孩子 这群人 想要怎么样去服务他们 包括一个比较boutique的机构 是怎么样去做到 在我们看来的差异化 在你们看来 就是认真服务好他们 嗯 而已 嗯 对 我其实是觉得说 这个行业真的是 变了很多 就是相较于 可能我真的好久没有接触 这个行业了 就呃 感觉现在的留学生们 有像你们这样的机构 好幸福啊 哈哈 因为这位老师 不只是关注我的成绩 他真的是会呃 告诉我说 哎 还甚至能关注我的一些 心理问题吧 对吧 嗯 有意思 真的是让我重新了解了 这个行业 呃 然后也是对呃 你未来的这个规划 不管是你想要继续做在深圳的小儿巾 还是要去别的城市拓电 不管你的计划怎样的 我都会祝你一帮不顺 呃 希望能够保持你的出心 真的然后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你的学生 嗯 好吧 谢谢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再再次谢谢Ciri的时间 啊 这里是北美金视角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 啊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跟金视角聊人生 感谢您的收听 请在各大播放平台和公众号上搜索金视角 订阅我们的栏目吧 金融的金 事件的事 角度的角 一键三连从我做起 我们下期再聊